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API工具 Post Woman 玩准API 男人行 女人更行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一般在这工作中 一般都要开发一些个服务的APM 比如说咱们是个人才招聘的网站 咱们可能要开发一个面向PC的网站 再要开发一个面向手机的网站 可能还要再开发一个面向平板的 同时还要再开发手机的APP 对吧 那么咱们开发这么多个终端 其实后台的商业逻辑 或者说咱们的企业业务逻辑 都是一样的 那么咱们后台 其实只要开发一套API就够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在开发过程中 就会遇到如何调试API的问题 对吧 以前咱们都是面向一个服务编程 现在咱们都是面向一个API编程 对吧 OK 该怎么做 一般咱们要调试API 咱们目前来讲 比较主流的使用是Postman 就是男人这个版本 今天我给你介绍 就是说Postwoman女人的版本 咱们先看一看 咱们这个男人的版本是哪个版本 咱们先到我的这个 Chrome 咱们看一下 一般咱们调试API使用 都是Postman 对不对 man对吧 男人对吧 这个对吧 一般调试API的朋友 肯定都会用到它 几乎都会用到它 我也不敢说您肯定 对吧 几乎都会用到它 它支持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API的方式 不过这个不是man吗 对吧 今天咱们不讲man 咱们讲woman 好 那咱们就看看今天的知识点吧 今天的知识点呢 就一个API的调试工具 Postwoman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有朋友说了 我怎么用这woman 没关系 我这马上给您网站 咱们就看一下 Postwoman 试一下 这个是man 这就是postwoman 大家请看 很简洁 简洁到什么程度 咱们看 这个地方 说咱们要调试哪个服务器的API 后面要跟上咱们的API的具体的路径 前面呢 是这个API的提交的方法 一般是http的几个方法 都可以啊 没有问题吧 后面这是跟一个这个labor 这个咱们一般不用啊 它是可选的 这是说给咱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路径 取一个这个小的别称别名 对吧 这个咱们可以不用管 好 咱们就进入这个网站之后 以它现在默认的方式 咱们去点击一下发送 看看给咱们返回什么信息 它肯定是向这个位置去发送 这个位置的这个路径 去发送一个请求 对吧 咱们看一下啊 注意 Go 大家请看 下面就是什么 稍等啊 下面就是什么 就是上面这个URL 给咱返回的具体的内容 包括服务器的返回代码200 说明什么 说明http成功 然后呢 这是catch 缓存的时间 然后呢 这返回给咱们是一个jsonutf8 接下来就是所有的返回的内容 哎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个流暖器 就能够调试咱们服务器端的APM 对不对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同时咱们还能提供不光是get 包括这个put 包括这个post 包括delete 都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是这样啊 这个工具其实很简单 没有什么可介绍的 我呢 用这个工具来访问一下什么 来访问一下我做过的一个APM 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APM 对不对 我平时收集点新闻啊 等等的 放到这个里面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我当时做这个boe的课程 就专门用到这个网站 咱们先看一下我这个APM的网站 这是我的APM 对不对 进入 但是我目前竟然提供了一个新的APM 对吧 有兴趣朋友可以使用 没有问题啊 然后进入APM 大家请看 这个 是我这个APM的使用方法 那么今天咱们就用woman这个工具 来调用一下我的APM 该怎么做 试一下啊 好 咱们回到这个woman 然后把这个 这边刚才咱们发送的历史 clear out 清空一下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敲什么 好 咱们看一下我的APM 我的APM是这个服务器 加后面这个路径 对吧 然后呢 我提供两个方式 一个是get 一个是post 都可以吗 咱们今天先用get的方式 一会再用gold 好 咱们试试啊 我把这 我把我的服务器路径 拷过来 贴到这个位置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选get啊 然后后面呢 是哪个路径 后面是我这个APM的路径 没问题吧 粘过来 可以吧 同时 大家请看 我下面还有几个参数 哪个参数 大家请看 每个页面 要显示的数据的条数 然后显示第几页 包括显示哪个新闻 像我这个收集 一般收集一个看中国 这个OSDN 报这个FS168的一些新闻 我都收集嘛 对吧 但是注意 如果想调用厦门 这几个参数的话 我这个地方写了一下 请用post的方式提交 目前咱们测试的是get 所以说呢 咱就不加这几个参数 直接试一下 好 那就这个路径 没有问题吧 好 我点一下 注意看 go 我看啊 怎么报网络错误啊 http 再发明一下 试试啊 我知道为什么了 是这样 这个地方有时候吧 你得把这个代理服务器打开 否则的话 它是不能够访问 为什么 因为是因为它牵涉到这个流转器的安全的跨越问题 安全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您要打开这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 咱们再试一下啊 先扫去 马上再试一遍 go 可以了吧 他做了一个中转啊 这个API还能够使用post的方式提交 然后呢 我可以给出这三个参数 对吧 试一下 怎么试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选择post API路径不变 然后这地方大家请看 我选post 这地方会出来一个增加参数列表 对吧 我增加参数 我这个地方呢 需要提供三个参数 咱来第一个 page size 每页显示多少条 然后我给上一个数 比如说是十条 行不行 没问题 咱们再建一个 然后 显示第几页 比如说显示第三页 行吗 第三页 OK 再接下来 取得哪个新闻源 我要布置 其实这个是这样 这个API我好久没用了 我不止的话 应该是都返回 咱们试一下 咱们就指这两个参数 看看行不行 好 注意看 post都提交 go 正在提交 读取成功 大家请看 返回了吧 开源中国的 都是看中国的 OK 数据很多了吧 十条数据 没问题吧 OK 那么咱们再教验一下 我的第三个参数 如果我要是提 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 现在这个最新的数据里面 看中国数据比较多 所以说咱们看到十条 都是看中国的对不对 那我这地方指定一个版权 比如说我要想看一下 这个版权是FX168的一些个商业经济新闻 怎么看 这地方再指定一下 再加一个参数 指定一个 然后这地方呢 咱们敲什么 咱们就敲上FX168 可以吧 OK 然后咱们再发送 注意看 赵总把这个画面调小一点 OK 这样看 看起来更加便捷 好 再发送 注意看 go 这样提交 大家请看 这次再过来信息 就不是刚才的 看中国的IT新闻了 是吧 是各种各样的 FX168的新闻 没有问题吧 原油的 白银的 美国CPI 对吧 角色分析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用这个工具 是不是就能够简单的调试 咱们开发的API的服务呢 非常的方便 真的非常方便 推荐给您 然后其他的 他除了这个主要的调试API功能 其实还有其他几个小功能 咱们顺便看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实时 这是什么 这可以调试您的websocket的服务器 因为咱们http是无连接的 对吧 换句话说 是一次连接 马上断开 对吧 而websocket是一直连接 它也能调试 咱们试一下 它给咱一个websocket的 一个测试的服务器 咱们就连接它一下 连接成功 对吧 连接成功之后 它下面是可以敲入一些个信息 我敲什么 它现在这个 因为是测试服务 对吧 就是说咱们发送什么信息 它就给它返回什么信息 对吧 一般咱们开发游戏的服务器 是这样用的 需要保持一个长连接 对吧 尤其是手机的一些游戏 对吧 就长连接 对吧 好 比如说叫浩阿玉 对吧 没问题 它能直接就给它返回朋友 是这样 当咱们自己开发 咱们的长连接的websocket的服务器的时候 咱们肯定也是要和终端 完全保持连接 然后保持session 保持绘画等等的 那是一些个相对细节的 那个领域的问题 今天我就不在这讨论了 好 咱们直接把它断开 好 一次连接 一次断开 中间各种各样的数据交换 没有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graphql 这个是基于API的查询语言 这个可以单独做一套课上 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就简单的演示一下 不给您做太多的详细的讲解 好 大家请看 我点完之后 它也出来了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基于Json的一个数据结构的描述 出来了吧 OK 它这个网站也能够调试graphql 好 接下来就简单了 是一个设置问题 可以设置这个主题样式 对吧 看您乐意选择哪个主题都没有问题 然后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也可以设置 没问题 然后下面这是代理服务器 这是这样 这咱们调试其他的服务器的时候 如果您连不上时候 要把这个代理服务器打开就可以了 它内部做一个中转 对吧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如何调试API的 简单的Postwoman的使用方法 希望对您调试API有所帮助 然后我的代码会放到GitHub上 以前我放到看中国 最近我已经把看中国停掉了 所以今后我所有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欢迎收看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